大家好,我是J,欢迎来到今天的周末更新,我们去看一下接下来美股这一周,一些重大的事件,非常的精彩的一周啊,那么我是会开这一个直播的具体哪几天呢,一会儿会细说一下,这一期视频里面呢,也是会去讨论一下,那么如果是降息之后,哪一些行业还有个股呢,有个股呢, 可能是继续的去走强,重点哪一个板块,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些momentum stock,也就是趋势动量挺不错,继续有做多可能性的这一些个股呢,我们也去讨论一下,那么去年,进入今年来说的话呢,在今年2024的预测1月初这一边呢,对吧,是在讨论DJT,因为当时创总概念的这一个个股来说的话呢, 价格还是维持在比较低的这一个价位的,那么今年是大选年,所以这一个个股来说的话呢,大家也看到,直接往上冲了,后面可能还是会有波段的,最近 法案这一边呢,不是对于创总这一边这么有利,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去介入这两天呢, 市场是风靡于这个MEMS啊,个股的这一个概念里面,在GME啊,还有AMC里面,下一周GME增发完之后,是不是还有可能性,点位呢,这一期视频也会去讨论一下的,非常的爆炸性啊, 因为这一周呢,特别是周三,两点美东的时间呢,我们会得到最新的美联储会议的这一个利率决定,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呢,两点半呢,宝威尔呢,就会上来演讲,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直播, 欢迎大家去回味一下过去的这一些演讲,那么到时候呢,我是会上来直播,跟大家一起做这一个旁白的, 如果有兴趣一起,想来学习更加多的期权股票知识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会员群,二维码还在这一边,呃,可以去扫入,进入,这个好像过期了,我一会会更新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是八天前的, 那我更新一下,因为那个微信二,二维码是有,有,呃,有期是,有效期是一个星期,一会我会去更新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没有看到,我现在才看到,这一边写的是那个八天的, 但是我们进入这一期的视频去讨论一下吧,所以记得大家锁定我的频道,不要,啊,如果还没有敲心小铃铛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好,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现在的走势, 因为现在已经开盘了,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所以亚洲这一边呢,啊,行情应该是比较淡,因为休失,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欧美的走势, 呃,旗指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平开,然后开始在高走,呃,上一周来说的话, 呃,non-farm payrolls,大非农积业数据出来之后呢,基本上是上下双刷, sorry,双刷的这一个行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走完之后呢,基本上是适中,在5350附近,那么Tom Lee,Foundstrike, 这一个,呃,基金的大佬呢,是预测的,5500月底,呃,标普白指数,那么我也做了投票去, 大家都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啊,有隔一段距离的,但是其实盘中,上一期复盘视频讨论呢, 到了5375的时候,你再冲个125点的话,还有基本上20多天的话,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老包去演讲的那一天呢,市场的波动就可以非常的大, 特别是如果他,啊,他去继续的去讨论这一个,往软着陆这一方面去说, 因为其实这一份大飞浓的就业数据来说的话呢,是推后了这一个降期的预期的, 继续走软着陆soft landing的这一个版本呢, 所以我们看到个股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不确定,啊, 宝威尔会怎么样的出牌,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周五尾盘,啊, Market on Close,未平衡单的这一些,啊,这一个,啊,出货的这个动量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七强基本上全部都有啊, 微软,苹果,亚马逊,Google,因为达,呢,全部都是流出的量,啊, 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呢,是比较是多的, 标普白指数呢,也是进行了这一个最新的出入名单呢,啊, 恭喜CrowdStrike,KKR,啊,还有GoDaddy呢,是加入了, 那么很遗憾,啊,Palantir,PLTR呢,可能还是要等到下一次, 可以看到标普五百指数的这个流出呢,是,啊,24,啊,24亿左右啊, 所以不小,啊,三大指数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流出的这一个交易量, 那么周一呢,英伟达会用全新的这一个股价, 这个时候呢,正式的上,啊,上市, 所以又回到了一百多的这个价格, 那么流动性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交易量会非常的大, 因为之前你在周四周五买的时候还是一千多亿股的, 现在变成一百多亿股的,那有一些之前没有去交易英伟达这么频繁的小伙伴呢, 会去看的,因为之前来说的话呢, 另外一个交易英伟达的方法呢,就是用NVD要, 因为股价比较便宜一点嘛,啊,68块左右,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这个是,啊,基本上呢, 是加快速度去追踪英伟达的这一个利润的,啊, 啊,两倍的这个速度的,所以要比较小心, 它不是正常的是有耗损的,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呢, 有机会去拿到英伟达的这一个正股了, 所以我觉得头两天这个交易量呢, 应该会是不小的, 但是交易量加大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能进一步的往上推动啊,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市场的偏好和方向的, 因为主要还是在等这个, 宝威尔的这个演讲, 而且近期来说的话呢, 恐慌指数VIX呢, 是跌到比较相对来说非常低的一个点位, 如果我们去用长线的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呢, 那个VIX是有可能触低反弹指数再上去一下, 这个给了下行的压力, 但是如果老包那一边呢, 是放鸽子的话呢, 那么应该美股还是有进一步的推动的这个动量, 主要看老包是怎么样去, 去解读周五出来的这一份比较有混乱信号, Mix Signals的这一份大飞龙的这个数据, 为什么呢, 失业率上去了, 但是PayRose也就是这一个就位数字呢, 往上走了, 然后时薪呢, 也有回暖的这一种的走势, 所以这个就会想通常是不是又回暖了, 看一下老包的这一方面解读, 如果稳定了市场的情绪的面的话呢, 还是有可能继续去推高的,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去看, 那在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之后几个星期里面主角呢, 应该不会是英伟达了, 主角是苹果, 明天这个发布会我会尽量上, 上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的10点啊, 10点西部的这一个时间, 那么直接有这一个视频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我会做旁边的这个旁白啊, 因为前两次我们做苹果发布会的时候呢, 都没有这么的顺利, 直播都停掉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会把股价摆在那里, 然后去推算一下这一个股市的这一个走势, 同时呢, 去做这一个苹果发布会的这一个旁白, 这样子我们盘中一起去看一下,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所以约定大家, 所以到时候不要错过了哈, 接下来说的话呢, 苹果呢, 现在是已经接近到了这一个历史高的这个位置了, 前面呢, 基本上是有一个double top双顶的M头, 那么来到这里呢, 苹果是随时可以把它给冲破的, 然后苹果就会创下一个历史新高了, 基本上苹果一直呢, 是在走这一条疑似上行的这个隧道啊, 通道, 然后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更加多的呢, 是一个双顶的一个突破, 所以就看一下能不能见到二字头的苹果, 如果苹果这一周一直是在冲高的话呢, 是能互盘的, 要注意的是RSI,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来到这里呢, RSI基本上是没有背离的, 是基本上是在持高的, 所以这里只要苹果一突破上200的话呢, 会进入高档顿化日线级别, 这基本上是最强的一种走势的形态, 华尔街这一边呢, 也是非常看好这一个苹果的下半年, 相信如果苹果呢, 只要去画上了这一个AI的大饼, 特别是摆在自己的这个手机融入性比较强的话, 在它的像这个手机平板呢, 都是有这个概念, 在最新的IOS系统里面的话呢, 那华尔街会顺势的上调一波, 然后我们就可能看到苹果像英伟达一样, 有进一步的这一个推高了, 苹果画AI的大饼呢, 继续走强的话, 其实对英伟达也好, 因为始终走的是这一个AI的概念, 一会讨论的个股里面呢, 其实也有这一方面的, 特别是在Data Center数据中心上面, 一会会去进一步的讨论, 好, 另外一个市场的热点呢, 在宝威尔演讲的当天, 也就是周三的盘前呢, 一个小时呢, 会出现最新的CPI的数据, 所以到时候我们在听老包演讲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一下它对通胀预期的这一个反应啊, 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最近的数据出来都没有太大的一个爆雷, 但是时薪Average Evaluages呢, 开始往上去走的不是这么的好啊, 因为那个是有可能代表这个通胀回暖的, 看一下老包会不会就是说,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见到, 像在headline里面呢, 就是没有去除掉这个汽油和食物呢, 可能会偏高一点, 毕竟夏天嘛, 大家旅游, 开车的话呢, 那么用油的这一个需求量呢, 也会高一点, 看一下是不是只是说seasonality, 季节性的这一个流动, 说到季节性来说的话呢, 这里呢, 利用这个Market Million这边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过去几期, 这里拿着的是SPY, 标普五百指数基金的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往常的6月, 5月, 6月, 7月呢, 其实这个5月的数据完全不支持Selling Makeaway, 因为我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年, 过去的10年里面, 只有一年呢, 是基本上是没有涨的, 其余的全部都是收涨的, 5月这一边, 6月走的也挺不错的, 7月来说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连续9年全部都是涨的, 特别是在这一边呢, 涨了一个月涨了9.2%, 标普五百指数的这个基金, 去年6月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次是大跌的, 8.6,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2024, 这里是2023, 这里呢, 就是2022, 也就是代表熊市, 熊市6月份的时候出来了第一个底部, 然后10月做了第二个底部, 然后就开始去反弹了, 但是往年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熊市里面连7月呢, 往常走的行情呢, 都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里6月走完之后呢, 夏天一来呢, 看来指数有可能是进一步去推高的, 真正要注意回调的呢, 其实是在9月, 9月真的是Selling September go away, 然后10月回来呢, 继续的冲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的9月呢, 都非常的差, 已经连续4年呢, 全部9月都是跌的啊, 开学的时候, 所以到时候我会再次的做视频去提醒和讨论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9月呢, 走的如果是看季节性的话呢, 不是这么的好, 今年比较有意思, 因为今年是大选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一个大的事件啊, 6月13号呢, 也会有直播, 但这个是盘后的周四, 三点半中部时间, 因为Texas德州这一边工厂呢, 就是在中部的嘛, 所以用Central Time去标写了一下, 那么在这里东部时间加多一个小时, 4点半, 也就是西部时间, 下午1点半, 所以到时候会有这个特斯拉的股东大会, 到时候我会上来直接去直播, 我们去看一下啊, 这一个马斯克的薪水能不能下来, 然后如果没有下来的话呢, 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一个后果, 是不是马斯克真的会走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最新的反应, 这个对于特斯拉的持有者来说的话, 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大家记得不要错过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特斯拉的股价进入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是小幅度的震荡, 横盘已经很久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基本上是一个flatline, 所以呢, 就是在等这一边股东大会出结果, 然后就取决于这个方向往上去走的话呢, 185, 187这一边的这个压力, 包括193呢, 是关键的突破点位, 这两个点位基本上呢, 是被突破的话呢, 那特斯拉可以再次的往200之上去看呢, 但是这一个形态呢, 其实已经说了很久啊, 倒过来的这个头颜顶, 所以就是看能不能往上去突破了。 那么如果有收看上一期视频的小伙伴们呢, 当时我也讨论过了啊, 因为8月8号呢, 是Robotaxi无人出租的这一个发布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8月16号到期的那一张期权上面呢, 特斯拉在185的这个看多期权靠那边呢, 有接近5万张的未平仓, 那个是非常异常的这一个异动啊, 所以到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帮助进一步的推高上去。 上方的缺口呢, 200之上呢, 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这一个过去的207, 208, 那么再往上走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25左右的这一个转折点, 对应的是之前的缺口的这一个下方这一边, 这两个往上去走的话呢, 都是比较大的点位。 先看股东大会的这一个结果吧, 在这里呢, 其实马斯克在18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薪水的这个计划定下来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赌了一把, 因为毕竟如果拿不到董事局给他的这一些目标来说的话呢, 对吧, 他就拿不到这一些这个薪水里面拿到的这个奖励, 但是结果呢, 是超载, 然后是非常完美的把这一些任务呢, 全部都给完成了, 但是现在这一个钱呢, 就落实不下来, 然后在法庭里面呢, 也没有通过, 所以现在这一波呢, 看一下这个股东大会, 能不能顺势的推了一下, 如果还没有去投票的小伙伴呢, 可以通过自己的券商去看一下这个途径啊, 之前是讨论过的, 就是在这个Investor Relations, 特斯拉的这一个上面呢, 是可以去看到使用的这一个方法, 暂时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大盘来说的话呢, 在个股上面呢, 特别是在特斯拉上面呢, 是没有选择这个方向哦, 所以这个事件呢, 是非常的关键的, 好, 接下来最后的这一个今天的环节呢, 讨论一下, 我觉得常见来说, 降息呢, 是利好哪一个板块的, 对利率特别敏感的, 那么特斯拉No.1, 是非常对于利率是敏感的, 因为你去购车的时候, 不管你是lease还是finance, 也就是你是用租赁啊, 还是分歧付款的话呢, 你都会去看这一个利率的, 还有这一个房屋市场呢, 自然的传统的这个市场, 传统的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呢, 也会非常有对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加拿大和欧洲已经开始降息了, 所以美国肯定不会落下来太多的, 欧洲也得到了一份, 就是非常问候的这个报告啊, 就是显示, 是不是要再等一下再降息呢, 结果还是这样了, 所以我相信美国这一边呢, 9月, 特别是大选的11月那一边呢, 还是极有可能性的, 我们会见到第一次降息, 市场现在是把它推到11月去了, 但是这个随着保日的发言之后呢, 还是会改变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 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性, 消费性的这个个股像亚马逊, 但是亚马逊现在走的是, 基本上跟的是AI的这一个大饼, 那么跟苹果的这个技术面非常的像, 因为苹果是一个更加大级别的这一个双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走了很久的行情, 亚马逊这里呢, 也有一个小的M头, 但是现在呢是开始站上均线呢, 想进一步的突破, 所以如果降息这一边的利好是来的话呢, 对于亚马逊的core marketplace, 对于它主要这个市场, 这个买卖的这一个交易来说的话呢, 应该还是挺不错, 更何况有这一个AWS, 这个赚钱的这个利器摆在那一边, 所以亚马逊的未来呢, 还是一片光明, 也是我继续会持续看好的一只个股, 另外的隐藏的悄悄在网上涨的这一个降息的系列呢, 就是以前我们讨论过的大的超低股PayPal, 大家可以看到的来到这里呢, PayPal技术面日线级别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现在是头肩顶,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一线连续两天在日线级别出现了, 他想突破上去, 把这个头肩顶给否定掉, 否定掉的话呢, 其实就是要看这个利率的这个决定, 如果降息被推后的话呢, 预期也推后的话, 那这里应该是再次的被reject, 然后上来去找这一个支撑, 再震荡回去网上去走, 当你看到降息的时候, 这一些金融科技股Fintech, 还有小盘股呢, 应该都有进一步推高的这一个可能性的, 因为小盘股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增发, 我看到GME GameStop呢, 现在就在增发, 因为他们的负债来说的话呢, 还是对他们的这一个财经, 还有现金链呢, 是非常的有压力的, 所以股价Valuation呢, 估值呢, 肯定就得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增值了, 所以回到这类型的股票呢, 对利率敏感来说的话呢, 就是要看老包到底是怎么样的说法, 但是这几天PayPal呢, 确实是有走强的, 周五呢, 我们看到TMF往下跌了不少, 因为国债来说的话呢, 是有这个抛售的压力, 因为利率往上去走了, 那份旧月报告呢, Hotter Than Expected, 这份报告显示经济还是非常强大, 降息被推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反应, 但是PayPal同一个板块里面呢, 还有UPST, AFRM, 这些都是能关注的, 但是你先降息, 我们才能看到更多, 市值来说的话, PayPal是这几支里面, 最靠谱的一支, 但是你要高风险高回报的话呢, UPST肯定是当之无愧, 只是每一次财报的时候呢, 就打一个大的问号, 不是暴跌就是暴涨, 最近的暴跌比较多, 因为降息呢, 还是被推后啊, 所以对Upstart Finance, UPST这一支个股的行情呢, 就相对来说不是这么的好, 新闻半导体呢, 随着英伟达的拆股呢, 感觉到了一个高峰, 最近台积电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可能暂时就先到这里, 做个回踩之后呢, 再次的往上进一步的去推高啊, 所以这里呢, 可能就偏向开始去看, 苹果啊, 特斯拉是不是要开始往上推了, 特别是苹果在夏天的时候, 作为主要的市场往上推高的这一个推动力, 再次的把股王的这一个王冠给拿下来啊, 从微软还有英伟达的手上给抢过来, 好, 接下来呢, 讨论一下这一个GME的这一个走势, 那么现在就是在增发, 上一次第二波涨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增发结束的时候, 所以过两三天呢, 增发就结束了, 拐周一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6月8号是带头大哥Rain Kitty的这一个生日, 看一下周一会不会有一波死猫跳, 因为周五的跌幅超过10%, 都达到40%了, 所以会有做空限制, 说sale restriction, 那么只要不是已经持有个股的人, 在抛售的这方面这个压力来说的话, 有可能做一个反弹的, 反弹看到32、34左右的这个区域, 然后如果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发抛售压力下来的话呢, 那还是会被打下去, 重要的支撑呢在27附近的, 不缺口的话呢, 我会重视20、21区域, 为什么呢, 那里是带头大哥的成本, 他的正股的成本在21附近, 齐全行券价格是20,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点位, 好, 接下来最后呢去讨论一下, 长线比较看好的一些这一个小票啊, 因为其实我们去看PLTR来说的话呢, 他的市值相对来说呢, 跟一些别的在成长的这个个股来说呢, 已经很大了, PE也很高, 我们看到市值呢是519亿, 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也就代表他翻倍的话呢, 就已经是一个1000亿市值的公司了, 相当的大, PE呢, 我们看到也是183, 非常的高, 但是这个公司主要进去标普, 把指数一直的半角路呢, 就是Profitability赚的钱呢, 然后他历史上呢, 也做过非常多的这一个offering和增发, 就代表一直在融资, 一个一直在融资的公司呢, 就代表他的这一个Profitability, 也就是他实现生产盈利的这一种这个能力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但是通常我们去买这一种比较高风险, 然后有比较好的回报的话, 其实都是在看成长, 像AAI, 他的市值来说的话呢, 就会比PLTR呢是小不少的啊, 当然AAI已经涨上来是挺多的, 但是来到这里呢, 还是只是37亿, 那么上次财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又再次的进入了这一个横盘的这一个阶段了, 而且AAI相对来说跟他的长线去比呢, 还是在比较低的这一个位置, 但最近感觉AI概念的这个个股来说的话呢, 可能会有些这个板块的这一个改变, 像数据中心对吧, 你要去找仓库, 那么就变成了有加密币概念的挖矿股, 那些已经有仓库了, 有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然后就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Core Scientific呢, CORZ就有这一个收购的offer, 当然他们已经拒绝了, 所以过去一个月这一边呢, 涨了113, 这个最近才回到纳指这一边呢, 之前是下了粉单的, 所以要比较小心, 现在市值已经回到了去13亿左右了, 但是这一支没有被收购的话, 然后继续往AI Data Center这边去走的话呢, 这个CORZ呢, 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可能性去推高, 但是近期来说, 这一支已经涨了不少了, 过去几天里面就涨了58%了, 另外一个同样概念的呢, 是IREM, 但这一支的风险会大一点, 因为我们去看长线的话呢, 之前前几年还是往下跌的, 现在这一边呢, 看起来是在打开了一个上行的空间, 这支股票波动比较多, 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说它这一段呢, 可以涨90%, 这一段就可以给你跌掉, 百分之五六十这样子, 但是又涨回去了, 所以波动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在拿正股去波段的话,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到了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已经涨了142%, 所以基本上这一种来说的话呢, 就是低位的时候呢, 去进一步的去买回彩啊, 再做多的话呢, 这个概念是挺不错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官网的话呢, 基本上这支主要是拿来去炒的, 因为你说可不可以真的是发展成功了, 然后做到很大的话呢,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吧, 但是这一边呢, 就是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然后呢, 还是云端的服务呢, 提供H100GPU, 所以在这一个概念上呢, 是挺不错的, 但是就是拿来成熟, 我觉得像GM一样的是, 比较是像在炒的这个公司, 如果你想活在供应链上面的话呢, 特别是在电子生产, 因为芯片是电子生产这一范儿的嘛, 所以你就会看, 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个加拿大美国公司, 加美公司, 这个Solestica, CLS, 不是那个药啊, CLS这一边呢, 是这一个供应链方面的, 这个公司长线拿着的话呢, 就可能更加的有戏, 大家可以看到的嘛, 如果我把范围做到最大的来说的话呢, 过去十几二十年的这一个, 翻倍的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呢, 还是它的成长来说的话, 相对比刚刚我们看到的REN, CRZ呢, 感觉都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里呢, 已经上去一波了啊, 然后市值来说的话, 翻转到这个地位呢, 才62亿, P Ratio只有19.44,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 是稳一点, 但是你想它即刻暴涨暴跌的话呢, 这个不会出现, 那个更加是CRZ和REN的, 所以每只股票的BETA, 它的波动呢, 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只呢, 就是跟GE, 波音还有LMT, 流行的无人机概念啊, 这个知识, AV, Air Environment, 它是一个军工这个概念的, 主要呢是Unmanned Air Vehicles, 也就是无人机, 无人机在这次, 这一个欧洲前线, 非常的亮眼, 所以以后的这一个战事上面的, 这个概念呢, 应该是有的, 但是最主要的人家的市值低啊, 才56亿, 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一个发展, 过去五年, 这一边的发展挺不错, 双底了之后, 特别是在熊市的时候呢, 就开始往上一直的是冲高了, 这一些来说的话, 你会说老是感觉在这一个高位啊, 但是其实我们去看的话, 在市值的这一个角度, 还有发展的空间来说的话呢, 都是有这一种, 这个往上的这一个, 继续的这一个空间, 但你要PLTR再翻一个费的话, 就等于再给他加500亿的这个市值, 那他需要比较大的这种合约啊, 还有进一步的这个需求呢, 才能推动这个大兵,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 有别的什么的这一个个股呢, 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概念, 有可能性继续的往上去推高, 谁是下一支的这个SMCI, 其实就是这样子去推敲的, 优势品里面会有更加多的分享, 我会在我另外的这一个频道上面呢, 摆多一点这种的小贴士, 还有去讨论这一个, 我觉得有发展性的这一个个股, 两个频道都会继续的去更新,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去订阅一下, 我第二个这个频道啊,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所有的内容, 接受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